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能够跟各位来谈谈 环境保护的人权和儿童权利的保护 那各位知道谁的少子化 我们出生的比例越来越低 那我们会觉得说 到底为什么越来越低呢 是不是面对了什么样的困境 那尤其讲到环保 从出生到死亡 你一辈子都逃不开这样的一个因素 尤其在他儿童的时期更是重要 那今天就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谈谈 国际公约也就是儿童权利公约 以及我们环境保护 近年来到底我们社会改变了什么 政府做了哪一些努力 也让各位能够理解 到底环境保护 对我们儿少的影响有多重要 首先呢各位可以来看看 世界人权宣言是早在1948年就已经有了 它其实是一个汇集了全世界各地 所发生的一些人权的问题 包含从平等权生存权 慢慢的就着重到性别平等 儿童权利 身心障碍等等 他们其实碰到一个更严重 所谓的环境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把这两个问题呢 结合来跟各位做分享 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和经济收入文化权利公约 我们通常就检测两公约 那后来大家就去儿童 在全世界非常重要 所以就有一个儿少权利公约 这也就是有关于儿童的权利保障 那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从这个同影片上 各位可以看出来 主要的主轴就是有关于环境的部分 那环境当然就是一个最典型 从我们生活开始 生活啦 健康啦 环境资讯的获得啦 环境的参与啦 甚至更重要的就是 当我今天遭受了迫害 反正遭受了污染了 那我的救济权 而且我们环境真的就是一视同仁 还有一些投入在相关 环境的一个工作的一些权利 那儿童权利公约 当然它其实就对照的 我们一般的人权公约 它更深化在 那儿童面对这些怎么办 尤其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叫儿童的最佳利益 既然儿童所面对的 包含它可能是比较常在家里 那家里的一些环境 包含它可能会面对去学校 需要的一些环境 这都要是特别去考量 而且我们要求的品质会更高 大概这是公约的主要内容 那有机会各位就上 我们卫福部的网站 有特别讲到 儿童权利公约的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 那环境跟儿童权利 到底我们怎么结合在一起 当然就是希望说 基本的生活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我要知道我如何去维护 更重要的就是资讯 尤其各位这么多的污染源 如果我们不了解污染实际状态 这是如何保护自己 那推动上就非常困难 环境资讯的参与 这也是近年来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项目 很多的政府机构 一直在推这个不仅是儿少 甚至儿少相关的 譬如说他的家长更了解 也能够帮忙来去协助儿少 能够在他的环境生活的一个保障 那我们先来看 这些死因到底来自哪 虽然说世界物生组织有些公布 不一定跟我们台湾都一模一样 但是大概方向都是正确的 譬如说因为环境所衍生的 特别是像各位知道肺癌的比例很高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好奇怪 我也从来没有抽烟 我为什么得肺癌 甚至可能会得到疟疾这些东西 还有ASD这些东西 可是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些里头特别是疟疾 ASD我们大概知道说 它的感染源在哪里 还可以说做一些防范 那肺癌这件事情 特别涉及到空气的一个污染 那这个东西真的是无孔不入 你说我都不要去外面 我都不要去工厂 可能有工厂的废弃物 空气的污染地方 我今天都在家 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甚至很多的儿童 他在家 为什么他就得到肺部的一个疾病 甚至严重到肺癌 其实各位就可以知道 原来这个空气品质 真的就在我们市中 那我们最近常常看到 所谓的PM2.5 也就是所谓的呼吸系统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们就发觉说 哇糟糕 怎么那么多小孩 在台湾都得气喘 有这种慢性脂气管炎 甚至心肺血管都会受到影响 而这些东西 影响到的是心跟肺 特别是肺的部分 如果去做健康检查 哇天哪 为什么他都在家里 甚至他也没有抽烟 为什么这些都这么严重呢 那我们各位我们就来谈谈 原来这些空气品质的问题 就在我们的四周 那当然我们应该更精细的了解 这个季节有 那个季节没有 各位从这个投影片 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跟我们的迎风 不管是东边穿来的风 西边穿来的风 等等都有关 当然各位朋友 我也不知道 你所在的地方在哪里 大概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告诉你说 西半部警戒了 P2.5 大家小心一点 我就告诉你东半部 这时候空气品质是属于不良 甚至就严重等级 这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可能就要小心了 怎么样去防范 当然很多人就会想 要赶快戴一个口罩 我想戴口罩这件事情 以前大家讲 就觉得哎呀 怎么要戴口罩 现在大家都觉得 这个戴口罩已经是一个蛮正常的事情 所以刚好 我们可以能够更容易去保护自己 好 那各位来看 什么叫雾跟什么叫蛮 各位知道 这个雾呢 基本上各位都是从投影片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个就是如果是白色的 然后只要有光照下去 它是 就是有点像透明的 它就会消失了 这当然就是雾啦 那譬如说我们常说 开车啊 这雾很浓 那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雾很浓 等雾散了之后 你车上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残留 可是如果今天不是雾 而是霾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它是乳白色的 就算你这个消散了之后 你发觉 怎么搞的 天气应该是下午还是白天啊 可是感觉就是这样子雾蒙蒙的 雾蒙蒙的 讲起来都好听啦 事实上就是被什么东西照住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甚至更严重的时候 你照起来可能是有黄色之外 还有橘色的空间 各位大家知道 如果发生这些问题 那就是严重了 可能就要小心 那会造成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儿哨 特别除了儿哨之外 孕妇长期扑露在这样的一个空气里头 事实上是很严重 可能早产啦 可能小孩集中过地 可能甚至流产等等 这个在医学上都有相关的报道 那各位就可以看出来 然后我刚刚也特别讲 我以为我都不出去 像不去工厂 我都不去外头搭车 都不会出事情 事实上 还有很多所谓的益善污染源 都在甚至黏在哪里啊 黏在我们的四周 我们的家具上 我们采买的东西上 都有可能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比如说过年过节啊 拜拜啊 大家可能就会烧金子啦 或者更严重的 有很多的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得到肺癌呢 其实很严重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煮饭啊 臭油烟机啊 空气不好啊 哇各位就要注意一下 这个污染源叫做无情的杀手呢 这个无声无息就在你旁边 你反而不知道 我们整天呢就是在想 我看得到的才叫污染 其实看不到污染源 也是挺恐怖的哦 好所以各位再来看 有一些案例 当然这个投影片的内容都非常丰富 各位可以事后慢慢去参考 那如果今天空气不凉的时候 你出去会怎么样 那投影片里头就告诉各位说 当你今天已经被预告的时候 空气并不是很好 那就很建议说 譬如说你就不要出去啦 那不管是小朋友 这个儿童呢 他如果出去的时候 他可能吸入更多 因为小朋友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 一般人的威胁可能只有1的时候 他可能就变2或3 那高龄者各位知道 尤其我们现在随着 刚刚不止人口老化 我们这个年龄越高越来越多了 那他罹患这种呼吸道的一个疾病的话 他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或者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不知不觉 长期曝露在那危险的一个地方 那这几种都是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这样子 他都是属于高危险群 你各位就想一下 你是其中之一 甚至你我们家里的老人啊 小孩啊 我们都要特别替他们注意一下 那所以在世界的人权公约里头 也就是所谓的儿童权利公约 我们通常就叫CRCR 那里头24条都讲说 哎你们注意一下 尤其是儿童哦 这个是一个最敏感的族群 而且是所谓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如果他呢 再还没长大 就已经变成伤兵的话 还得了 所以要注意他的身心发展 所以既然回归这样 各位就想他到底身心发展 主要的地方在哪里 而且告诉你有一个干净的空气 这就是基本人权啊 就回到我们讲 这是一个人权宣言 所以当然是一个基本人权 我们该怎么从他的源头来看 那这里大概就告诉各位说 可能会有各种的我们的指标啦 如果你已经吸收到怎么样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对于这个空气的品质 大概是做不同不同颜色的灯号 让各位就看出来 如果良好 当然是很OK啊 就代表这污染源是很低的 但是不小心 你如果是那个最最最深的那个红色的话 那可能真的要注意啊 戴口罩啊 是不是有已经感染的危机了 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都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 那当然要怎么样保障这个 这个好的空气品质啊 好的环境啊 尤其以空气污染的来说的话 非常重要核心 当然是不管是固定污染源啦 这个三一的污染源 移动污染源 我们要综合来去处理 那有各种对策 我想政府对策就各位参考一下 各种警戒 各位已经可以看出来 一直到111年11月 其实我们的这个 所谓污染的这个指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多了啦 那这些特别是注意一下 同一片里头跟各位讲的非常清楚 也就是呢 哪一些是因为我们说儿少的一个保护嘛 他最常看到的从学校啦 到这个图书馆啦 美术馆这家常去的地方 甚至刚出生的 从出生的产务护理的机构啦 幼儿园啦 托儿所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要去管理 甚至让他们自主管理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呢 各位都可以去看看 这些机构 他们的实现状况如何 那当然因为这样子 我们大概解决很多的问题 避免了因为这样的一个 刚刚讲的空气污染 那我们再讲一下噪音 噪音真的会让人家难以入眠啦 甚至会影响到什么 包含你可能心脏啊 中风啊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想想说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怎么样环境 我们刚刚只以这个空气 为主要核心 再去进一步来思考 那除了空气以外 其他环境的部分 对于额少是不是有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 包含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大家都住一些比较高 这种所谓高楼层 这个比较高建筑啦 那噪音的降低啦 因为这个避免他们 这个用的家具 是不是会增加噪音门窗等等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维护居住的品质 对额少的影响非常大 能够让它在一个安稳的环境长大 不会影响到 那当然我们很多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我没有保护自己要先有资讯啊 没有资讯如何保护自己 好 那像这种空气品质的监测网 让你知道说 哦现在是那个良好等级 我放心了出门 哇现在到那种 橘色等级 我想一想要戴个口罩 还是尽量待在家里 甚至有机会了解一下 你家的一个空气品质 到底怎么样 除了空气以外 噪音啊等等 都可以透过很多很多 我们相关的环境的资讯的一个网站 焚烧我是不是放在空旷的地方 或者集中避免 这不断的污染 室内啊 要不要想想啊 打扫干净啦 空气流通啊 还是怎么样让空气清净 这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可以改的东西 保安各种家具啦 门窗啦 哎怎么样让户外的那种污染 不会进到家内 这都是我们对儿哨最好的保护 所以总而言之呢 对儿哨的环境保护 最核心点就是从我们自身做起 从我们的居家做起 让我们的小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空气 很好的一个环境 能够好好的长大 奠定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哦 谢谢 谢谢